那你们就是回去记得把那个作业部分的按时绞交 因为这个课程这个成绩部分的核算 大概会有四个成绩 第一个成绩就是你的出席成绩 出席成绩你记得 来的时候记得自己用那个Poto方式 先自己签个到 因为之前常常同学都漏掉 好像只有签一次 之后请你按照规定吧 学校好像那个Poto上面那个签到 好像是每一节都要签 而且他有抓那个GPS的位置 所以你也不能在外面 当然尽量不要做一些 你明明没有来但你签到的动作 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说 你的作业成绩 所以作业成绩的话就按照我上课所提的 每次上课基本上都有作业 所以前面有三个作业 基本上就是主要还是利用云端去做一些练习 当然我是希望说你可以尽量利用那个 云端相关的这个比较主流的 用的比较多 那我自己用的比较多的主要就是这几个 包含就是像Google表单 所以我们第一次作业会希望请大家做一个Google表单的问卷练习 那这个其实用的还蛮普遍的 以前可能会用那个纸本的方式 请大家填写 填完之后可能你还要再Key到Excel 那其实蛮麻烦的 现在比较流行就是直接干净用表单 直接把这个表单变成一个QR Code 那你还一扫之后马上可以做一个问卷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目前看起来好像大胆同学都交了 总共50个同学已经交了作业 那记得你那个作业如果交给我的时候 那个QR Code背后的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连结 记得一定要共用 你不要 把它变成私人或者是限制 那我会看不到 OK 看不到我要怎么给你分数 所以特别注意你可能要自己再检查一下 如果你的分享 共用的时候它会出现 一个连结 但是那个连结请记得一定要是 不能是限制的 如果是限制我就看不到 因为之前的同学常常共用给我 但是没有开权限 就变成限制 那变成我会还要再传一个讯息跟你讲说 请你再给我权限 那这大概就很麻烦 所以确定一下 你们的结果 是不是已经有那个共用 那最后的话就是把结果 把它贴到那个Google 这个文件里面 那我当然会希望说你们做出来的结果 尽量是用那个云端的方式呈现 因为毕竟我们这个课程是云端 所以尽量的话呢 我们都用云端来作业 那Google上面的那个 有点像Office一样 Google文件就是类似像那个Word 然后简报的话就是类似像PPT 只是说将来如果即便我们要交报告 那你的简报哦 特别注意哦 请你还是尽量哦 用那个Google的简报 你不要用PPT啦 OK 因为这样的话我觉得比较符合我们这个课程的名称嘛 所以趁这个机会你也顺便熟悉一下云端 也就是以后啊 哪怕那台电脑它没有装那个 Word也是有PowerPoint 没关系 反正我可以换一个东西 就像之前常常遇到状况 比如说我要做简报的时候 它那台电脑的Word刚好 那个PowerPoint刚好坏掉 打不开那怎么办 没关系 我把它丢到那个云端上面 一样可以播放 所以啦 如果你假设要把一个文件 把一个简报哦 如果你原来习惯还是在那个PowerPoint里面作业的话 其实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你在PowerPoint做完之后 然后把它上传上去 不过上传上去的时候 跟上个礼拜讲的一样哦 这个齿轮的部分 记得哦 这边一定要打勾哦 有没有 将上传的档案转换为什么 那个Google的文件编辑器格式 也就是说啦 如果你假设你丢这个要打勾的话 那假设你传一个Word 它会自己帮你转换成Google文件 如果你传一个PowerPoint的话 它会自动帮你转成那个Google的简报 那如果你传一个Excel的话 它会自动帮你转成Google试转表 反正它会自己按照它对应的这个 呃 成档案自动帮你转换哦 不过前提哦 记得就是这个要打勾哦 如果你这个地方没打勾它就不会转换 如果不会转换的话变成说 它还是保留原来的那个档案格式哦 比如说你没打勾的 你传PPT这个PowerPoint档案上去 没打勾 它会保留原来的那个PowerPoint的格式哦 哦 但如果你打勾的话 它就会直接帮你把PowerPoint转换成Google的简报 哦 所以其实也不用说一定什么东西就全部都要在那个Google简报上面完成 你可以在PPT上面完成在船上去转换也可以啦 OK哦 只是说呢 转换的过程当中会有个问题就是它的有一些格式会跑掉哦 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也就有些 当然大部分都可以 但是少部分有一些比如说像它的字型 像它的一些颜色哦 可能还有一些它的样式 可能在Google上面没有的 那它可能就会给你一个洋春的东西啦 所以这一点可能自己要尝试看看 反正主要就是说呢 你要把以前用那个Office的习惯慢慢改成用云端的方式啦 那其实两者是不是相通的 其实我看90%以上都相通 但是还有一些10%就是你要额外学习的哦 所以这个的部分的话请各位注意一下 也就是作业部分的话哦 整共有三个作业吧 所以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呢 这个时间还没到 好像我是设定一个月的时间 那我是希望说你们可以试用Google地图 因为Google地图其实相当好用啦 尤其是你如果喜欢在外面旅行的人的话 或者到处跑来跑去的话 那其实Google地图真的可以带给你很多的重要的讯息 包含就是说呢你要到目的地到底要用哪一种交通工具 然后要花多少时间 甚至多少钱它会显示出来 还有那个地方哦 你还没去之前你可以看一下评论 或者看一下那边的照片 甚至看一下那边的街景 也就是说哦 我觉得现在旅行好像越来越方便的地方 就是你真的不一定说要到那个地方 你才知道那个地方好不好玩 以前的话呢 你好像还是非得到那个地方 但是问题那个地方是很不好玩 而且不是你想要的 那问题是你去的 去的就浪费时间了嘛 所以有的时候像我的习惯 我现在慢慢发现哦 我去之前一定要先做一点功课 不然的话我到那个地方发现 地方感觉好像很雷的话 那就觉得好像有浪费时间的感觉 所以你出发前先知道一下那个地方到底好不好玩 那我怎么知道好不好玩哦 其实我后来发现哦 最近的Google地图越来越商业越化了 你看起来它的评分很高 对不对哦 实际上很多是洗出来的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 那所谓的洗出来 不外乎就是那个店家 怎么样 他可能会告诉你说哎 你给我五颗星 那我送你什么 送你小菜 送你饮料 送你什么什么东西 那我发现好像还蛮多人会 愿意这样出卖自己的五颗星 像我是愚力不一 我觉得这样好像有点不太客观 变成说你帮那个店家洗平价 有没有 本来它其实没那么好的 结果呢 反而发现它的平价洗太高了 好像给我四点五颗星 我好像很高 但是像你一吃发现 哎 怎么满失望的 有没有 而且有时候怎么等这么久 我的菜怎么还没上来 就觉得满失望的 后来一看才知道说哦 所以后来我发现哦 我会看一下里面的评论 如果大部分评论都是因为五颗星给的时候 是因为店家有提供一些额外的什么 他才会给五颗星 那我觉得这个可能就要打折扣了 另外的话呢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你在看评论的时候 像我现在比较习惯 我评论的时候哦 我不会从头到尾看 我会直接看最差的 因为如果那个最差的评论哦 假如你也可以接受的话 那我觉得去也无妨啊 因为有的时候有些地方哦 对别人来说是负贫 但是有时候对你来说好像这也不是什么太大负贫的话 那我觉得倒也不用那么挑剔 如果这个你还可以接受的话 我觉得那个地方导直得一去啦 那这样的话就比较不会浪费时间 否则的话你会发现哦 常常很多时候你想要出去找个地方玩 但是那个地方好像就不如预期 感觉有点拜信而归的感觉 所以要怎么样能够尽兴到一个地方的旅程 都是充满着比较是属于你的预期还要更好的 那当然呢 我觉得还一定还是要做功课 真的你如果没做功课哦 真的出门你就觉得哇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那样的 那我是那种一定要先做好充满准备的人才会出门 但是一旦出门就觉得其实还蛮顺的 甚至我连我的时间大概要跑多久 我都会把它完整的记录 除了记录下来我还会按照我的时间表 所以每一次旅行大概也都会按照自己的规划 所以应该也不会差距太大 那剩下来就是说你可以去享受这个旅程所带给你的快乐 或者是说有一些意外的惊喜 所以人家说台湾那个最美的风景是真的蛮有趣的 因为我发现你到一个地方就一定会有人跑来跟你聊天 然后你会发现这个地方的人物好像又不一样 就会有蛮多意外的发现 所以这个当然请各位也许就利用固地图里面的在地想导这个功能 尽量因为它有点像玩游戏 也就是说你假如能够在上面得的分数越高的话 那相对你等于是在固地图上面等于是跑的积分越高 那表示你也算是经常旅行的 所以这个地方请各位多去使用这些东西 所以我会希望你们给我的东西 第一个就是你最早的原图 就是原始的积分 也许你零分也没关系 然后你怎么样试着去做一些事情增加你的积分 积分的图表我在之前有跟各位讲过 蛮多方法可以增加你的积分的 最后的话就是时间轴 你可以挑一个你觉得自己设计最精彩的那一次旅程吧 你把那个时间轴给截录下 那不过特别注意 这个时间轴的截图 会有一个可能技术上需要配合的地方 就是你要把你的GPS打开 如果你GPS没打开的话 那你是没办法记录你的时间轴 OK 变成说你要手动增加 手动增加还蛮麻烦的 我自己曾经试过 就是说我的时间轴不小心被我删掉了 但是我又喜欢是把那个时间给记录下来的人 所以我又用手动的方式把时间轴一个一个把它记录下来 但是至少流程是非常清楚的 我之前有秀给各位看一下那个时间轴 然后其他的话就是说再配合Google相簿 所以你可以把这些时间轴里面的相簿 试着把它上传 那Google相簿我觉得它有个蛮好用的功能 就是说它会自动帮你把你的手机里面的相片 自动上传到云端上去 然后可能你自己在整理一个相簿吧 然后也是一个截图 主要是想要知道你用了那个Google的地图跟Google相簿 再来就是说最后把相关的讯息把它放在Google文件里面 或者Google简报也可以 文件跟简报有点像是一个载体 那你把相关的东西放上去 然后最后绞交的一样就是把这个文件怎么样做共用 记得共用的话记得就是说 右上角会有一个共用对不对 记得我刚刚特别提到 那个连结你要检查一下 你不要用限制的传给我 如果你限制的话我真的看不到 因为只有你自己看得到 如果你限制的话 即便你复制连结 我看到的结果还是会出现一个什么 一个钥匙 然后上面有个私人的什么什么连结 然后变成我要传一个讯息 请你提供这个连结的权限 我才有办法看到 所以记得 检查一下你传档案 你传作业的时候 最好之前你先确认一件 你就一定要改成知道连结的任何人 OK 然后旁边有一个就是 角色的部分 预设是检视 那你就给我检视的权限就好了 那你说 那检视跟编辑者有什么不一样 最大的不一样是检视 当然直觉只能看 可是如果说你希望能够跟对方一起协同编辑一个文件的话 那其实你是可以把它改成编辑者 那编辑者跟检视者最大的差别是检视者只能看不能改 但是编辑者的话他除了可以看之外他也可以改 OK 所以如果假设你放个档案在上面知道连结 如果这个是每个人都可以看得到的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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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